手机《非诚勿扰》即将播出 敬请期待 欢迎来到江湖卫视 步步高 vivo智能手机《非诚勿扰》 接下来舞台交给孟菲 欢迎收看大新生活 服务类节目 步步高 vivo智能手机《非诚勿扰》 大家好 我是孟菲 欢迎你们 欢迎各位来到现场 同样的掌声 欢迎乐嘉老师 黄瀚老师 你在那里感觉好吗 今天大家都注意到 我们开场有点特别 一定是有点原因的 现在我站的16号女嘉宾的位置 是要告诉大家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 16号女生非常特别 到底什么地方特别 和其他的女嘉宾有什么不同 我们先来看一条短片 那一段日子是灰色的 没有朋友 我就经常在田野里面最好 我想每个人都会有长大的那一天 你要学会担当 学会去负责任 一直在打破自己的一些极限 从最开始用脚写字 开始拿着勺子吃饭 学着骑自行车 其实那个时候我才七八岁 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学会 但是我总想去尝试 因为我觉得每天的生活 当你在做的时候 就会有很真实的存在感 即使我摔得很痛 但是我讲那也是一种 就是很欢快地流着眼泪的感觉 其实很多时候 它已经超出了一双脚的功能 它不仅要支撑我的身体 它还要支撑我整个生命 对于我的爱情 我觉得我会非常期待 也是非常憧憬 因为我觉得我好像从来没有 很好好的去谈过一场恋爱 当我如果出现在整个台上的话 我想我一定是最特别的一个 对于之前的人生 我已经画上了一个句号 从现在开始 我将要追寻我之后的人生目标 我永远不会放弃自己心中 那种憧憬的美好 我一直相信 我也一直觉得 在我的身上 一直有一双隐形的翅膀 雷庆瑶的故事 感动了我和我的同事们 我们感动于她的坚强 她的执着 我相信这个故事 同样也感动了所有的观众 那么好 欢迎她的到来 有请今晚24位美丽的单身女生 有请她们 24位女生 欢迎你们 请亮灯 16号我们看到了 已经站在舞台上了 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 你自己的开场介绍 大家好 我叫雷庆瑶 目前就职于成都的一家文化公司 大家 谢谢 谢谢 我从三岁的时候失去了双臂 但是从三岁之后 在我的家人的关爱下 在全社会的人的帮助下 我很健康地成长了过来 我也一样有去勇敢追求 爱与幸福的权利 我希望我能够找到一个 我所喜欢的 也一样去欣赏和去包容我的男生 因为她的双手永远保护我 温暖我 谢谢 我想说的是 生活从来不是完美的 就像我们每一个人 从来都不是完美的一样 有的人可能身体上 肢体上有些问题 有的人心智上有些问题 所以我们每个人 都面临着不同的问题 欢迎你来到我们现场 欢迎感谢你的勇气 我要说两个细节 跟我们节目有关的 第一 如果在灭灯这件事情上 有一些问题的话 提醒15号和17号 可以帮助一下16号 同样的 你要说话的时候 要举手的时候 可能有问题的话 提醒我们的音响老师 16号的话筒永远开着 你只要说话 你就对着话筒开始说 我会注意到你 没关系 孟非老师 我会给你挥衣袖 好 我会注意到你的 好 23号 我叫何彦华 我来自广东的博山 我想在这里找一个 比较稳重的 像我性格跟我差不多的男生 因为我是那种 比较容易哭的女孩子 如果一个男孩子一松我 我就马上眼泪都掉下来 我不喜欢那些松的 那些男孩子 你把你的名字再说一遍 对 何彦 王 没写错 不是 我以为这是个多音字 以前没听过 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 本来是换个 我妹叫弟嘛 换个 那个意思是换个弟弟 那意思 只是我那个身份证搞错了 所以写了黄 简单地说 你们两个姐妹两个 找男朋友的标准 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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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简单地说 23号是什么样 我的是比较文静 像我性格一样的吧 我不喜欢两个人一起吵架 我觉得很辛苦 好 来 24号 你要什么样的 怎么样都行 因为我性格很多变的 不挑不剪 不是 我的性格可以配合 可以配合 还是不挑不剪嘛 对不对 就跟找工作一样 不挑不剪明天上岗 欢迎你们 今天的奖励会是 男嘉宾第一轮量下 获得不少于22盏量 能牵手女嘉宾离开之后 她们都将获得毕生缘 送出的毕生有缘 爱情海之旅 男女嘉宾都将获得 京东商城提供的时尚家电 开启幸福生活之路 我们也希望所有的观众朋友 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 登陆《非诚勿扰》 在新浪上的官方微博 参与我们的节目交流互动 好了 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有请1号男嘉宾 请1号男嘉宾 我叫宋义 来自上海 今年26岁 来 小伙子回头走两步 我以为你自己就下去了呢 宋义 欢迎你 宋义 义 司马义的义 宋条的宋 来 看看对面24个女生 最喜欢哪一位 这位男嘉宾来自百合网 好了 24位女生 对宋义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谢谢 谢谢 10号灭灯的原因是 因为我想找一个比我年龄大多一点的男生 她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要大多少你觉得 五六岁以上吧 带勾 我跟你讲 五六岁就有带勾了 差不多 13号 我觉得她刚出来有一点浮躁 什么浮躁 好像就是有点特兴奋的那种 特别高兴 挺激动的 你想一想吧 我来到这么个舞台一睁眼 看到20多个姑娘 你跟13号是来自于一个地方是吧 你是 我是黑龙江源来自大连 她是哈尔滨人 我是内蒙古赤丰 我有好多同事都是赤丰的 大学在哈尔滨上的 我大学也是在哈尔滨上的 你们再聊会儿 再聊会儿 再自己聊会儿 然后对 我就说 喜欢的时候呢 就说她这种表现是阳光 是活泼 健康 不喜欢的时候就有点浮躁 对对对 什么事都两面性 我能理解 我能理解 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 22号 有日子没见到你了 你对她的印象 我觉得她挺活泼 好像是很开朗的样子 我想再观察观察 对 非常积极 对对对 是的 挺好的 看得很准 来 我们看她的基本资料 大学毕业之后 我一个人只身从哈尔滨来到上海 也迷茫困厚过 但是现在回忆起来呢 都很美好 谁让咱年轻呢 我妈曾经教育过我 荣誉要争 红鞋咱也要扛 现在苦吃的越多 以后甜 吃的就越多了 最近呢 我给自己定了一个新的目标 那么就成为一个四心男人 哪四心呢 四心心 责任心 进取心 还有爱心 当然啦 我也是个很追求完美的人 但不强迫完美 因为过度的追求完美 会导致心态失衡 还有个特别代号 你们肯定想不到 那就是超级爱逛街 我最高的逛街记录呢 就是从天黑 逛到天黑 虽然我很喜欢逛街 但是消费上还是比较合理的 现在年龄比较大了 万一家里有车路情况之类的 你一定先急 我呢 平时还有个小怪癖 就对自己的鞋子特别在意 平时上下班呢 我从来不穿显眼色鞋 因为我在地铁就怕别人 你把我鞋子踩脏了 别一脏吧 我这一天心情非常不好 所以说我每天要擦好几遍鞋 那么喜欢逛街 从天黑逛到天黑 对 是逛了就要买 还是只看不买的那种 逛了肯定去买才会去逛 什么叫从天黑逛到天黑 就是天没亮就出去逛 逛完的时候天又黑了 对 因为 是这样的 对对对对 我以为是从第一天的天黑 然后逛到第二天天天黑 修夜门的人放上去 稍微歇会儿再街上逛 对对对 我估计这个习惯 会有女孩会喜欢的 4号 如果说你遇见一个 特别不爱逛街的女生 那你会怎么样 适应 她适应你还是你适应她 我适应她 比如我上班下班的时候 可以偶尔逛逛 周末休息的时候逛一逛 周末陪她再见 我可以请教一下 逛街的乐趣在哪里吗 爽 对 就解释一下吧 你哪里爽吗 就是买东西就是爽 真的 你刮挣钱不花 对吧 就是浪费了 所以我很好奇 这哥们得挣多少钱 进得住这样吧 16号 刚才举手的吧 我觉得我的身体 已经不那么完整完整 因为我没有两只双手 你认为我完美吗 美 为什么呢 听我说原因 先别笑啊 美其实有两种 一种是纯天然自然的美 对吧 还有一种就是 有实质性的美 有深度的美 我教你一个说法 您说 维纳斯世界上最美的 她也没有双饼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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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下一条片子 我之前呢 有三次感性经历 第一次呢 是在大学的时候 当时呢 这个女孩有男朋友 那时候也年轻气盛 然后觉得 在女跟女生 没有结婚之前 男人的机会都是均等 所以说后来 我费了九牛二手之力 终于追上了 但毕业之后 她父母更希望 她在哈尔滨工作 所以说 因为一一的关系 就分开了 最近一段感情呢 已经到谈红论嫁的地步了 但是由于这个女孩 家里突然有些变故 所以她决定 回老家发展 她也跟我提了 说如果继续下去的话 那么让我跟她一起回家 但是我想了想 毕竟在上海打拼了有四年了 打下了很多很坚实的基础 一个男人 能有几个四年打拼下去呢 所以说很遗憾 最后还是决定分开了 我心目中的理想女生呢 主要有两方面 一个是工作 一个是身高 身高这一块呢 主要是我不想找一个特别矮 工作呢 因为我生活得比较稳定 所以说我也不喜欢 我的另一半跟我聚少离多 因为我最近我听说 就是电视台那种女编导 基本都是一年要出差一个大半年 这种呢 我记得肯定就太合适了 其他条件呢 比如经济条件 家庭背景这都无所谓 我相信只要靠两个人努力 打拼 日子指定会越过越好 谢谢 谢谢 你片子里边只有一句话 让我特别有感慨 我也想顺便提醒一下 我们以后来的男嘉宾 就别再拿我们的 别再拿我们的女编导说事了 一听说我们的女编导一出差 一年到时候没几天在家的时候 不要 不要电视台女编导那样子 我的那些同事 那些女编导的悲催 不是说他们的男嘉宾不要 连我们的男编导都不要 你说这个怎么动 你说这个女孩只要没结婚 那我们都有 我们男孩都有公平竞争的机会 这个呢我也部分同意 但是我就在想 那如果这俩人 就是那度怎么把握 比如说这俩人 已经谈了两三年 都在谈婚论嫁 就差个没结婚 那时候年轻气盛嘛 就想的也没现在这么多 然后觉得机会嘛 自己把握 自己争取 但现在呢 随着年龄的增长 现在我还是道德啊 还是排在第一位的嘛 就尽量回拍 不干那种 我不认为你当时做的 就是一个特没道德的事 有人可能这么 有的时候比如说 我今天相亲才见了孟非一面 然后我回来第二天又见了 我觉得孟非可以 我们再约第二次会吧 隔天我又见一个 我说我们也再约第二次吧 这个我觉得好像也不能 就说这人不道德吧 好吧 我再告诉你一个情况 比黄老师的情况还要危险 现在有一个女的已经 她已经结婚了 但是她爱上了你 你也爱上了她 而她跟她老公两个人 的确不相爱 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办 你们深深地相爱 不去选择 什么不去选择 你们已经深深地相爱了 什么不选择 那时候我是单身的 还是结婚了呢 随便了 随便了 对 假设你现在是单身 我现在单身 对 那控制自己 放弃 放弃 放弃这段爱情 她觉得这样的回答 是一个正确答案 是一个符合道德的正确答案 我肯定要放弃的 肯定要放弃 那我给你举个例子 有一个电影 叫《泰坦尼克尔号》 很好 很好吧 那个爱情伟大吧 伟大 那个女的 女主角 她是有订过婚的 订婚了 是订婚了 不是 我这个我知道 因为那个是外国人 我是中国人 所以说我坚决不能干 抵制 哎呀 她是一个纯粹的人 我是比较传统啊 18号 因为家里有那个 台球的桌子嘛 对 对 对 我除了喜欢唱歌 和游泳之外呢 我也非常喜欢打台球 希望有机会 咱们可以切磋一下 好好好 你们在一块儿过去的 每天拿个小棍 就那么点大个台子 在那戳 跟戳毛衣一样 来看下一条朋友采访 Sky呢和我是东北老乡 她绝对是保留了 东北男人的幽默和大气 工作中呢 比较雷厉风行说一不二 有时候做事呢 比较急不太会思量到 我们小女生的一些小困难 但是在上海生活 这些人的熏陶下 她也越来越像 上海小男人了 打住打住 什么叫上海小男人了 其实你们完全不懂上海男人 我觉得上海男人都是母子 有担当 责任感强 对女生照顾细心 Sky呢就是这样一个母子 她还有一个全公司 都没有了一个优点 怎么办 其他公司人家做一个通知啊 什么的都要发邮件 写中要把我呢 Sky喊一声就行 去 把这个拿 给Sky喊一声喊一下 好的 好 谢谢 谢谢 临走之前 我觉得应该给你点福利 刚才都说那嗓门大了 下去之前 你可以用最大的嗓门 对你的心动女生表白一下 如果你愿意的话 这机会不多 那你们偷偷在下边说 我们听得见吗 对吧 谢谢 谢谢 来 来这个地方机会不多 对对对 我要珍惜这个机会吧 你一辈子可能就这一回了 对对对 不是 我比较心动女生呢 我可以说她名字吗 可以啊 大声用你 14号 14号是我那个心动女生 就是因为看了很多期了 所以说感觉都不错 挺好 挺好 所以说 你这是领导做年终总结 今天这一年的动作很好 很好 我之前看过你很多次 所以说 真的在我心里深深 有了很多的印象 很多很多 千言万语两个字 很好 很好 挺好 好吧 再见 谢谢 谢谢 今天在台上跟女嘉宾交流的吗 还是比较自然 比较真实的 最后虽然没有签入成功 但是我觉得路还很长 所以说我会继续努力 继续完善自己 让自己以后得到更多的机会 自己把握自己的幸福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是 我叫关羽 来自北京 今年25岁 这位男嘉宾来自百合网 关羽 欢迎你 来 往那边带一点 关羽 看上去 你确定够22岁了 是吧 够 够了 长得嫩一点 你那俩兄弟来了吗 失散多年 来看看那边 二十岁的女生 24位女生对关羽 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谢谢 8号 就看起来人那么娇小 而且长得好像挺不靠谱的 挺像小孩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家庭 还有那种概念 我已经成年好几年了 跟我爷爷说有没有满22 我也在疑问 感觉你好像比我还小 我上来问这个问题 实际上就是先把那个 你们想要打听的事都问了一下 没关系 我们找一个娇小 也娇小的那边 22 23号 我觉得你挺帅的 谢谢 谢谢 必有一款适合你 挺帅的那种 还有她的年龄看上去很小 跟我一样 我是娃娃脸的 人家都说我18岁 你觉得这样很好吧 一块成长快乐的 成长快乐 一起长大 好 我们了解一下她的记者之类 大家好 我叫关羽 并不是三国里的关羽 而是宇宙的羽 因为我出生起名字的时候 我妈想起来 她最不能接受的这个人品 就是小心眼儿 我可不希望我的孩子生出来 是个小心眼儿 所以我的心胸像 宇宙一样宽广 出生了 这就是我名字的游轮 我现在在一家港资上市公司 做商业地产 负责招商引资的工作 我觉得人的一生呢 可以有一个主业 但是也可以做其他不同的事情 我曾经想当个裁缝 想当个大厨 还有营养师等等 大学时期 我在学生会里是副主席 也就是二把手 在学家话剧社呢 也是副社长 又是二把手 最重要的是我还会拉二胡 最擅长的曲目 还是二拳女乐 人送雅号 关二爷 牛气二爷 真帝啊 我绝不会花父母的钱 去谈恋爱 一定是在我有了自己的 经济基础后才会考虑 谢谢 这个里边有一件事挺有意思的 就是你有没有总结过 你为什么干了那么多 这个都是干的副职 我努力在争取当个第一 正的 但是呢往往事与愿违 各种机缘巧合 可能就是缘分不够啊 或怎样的 或者是性格上有一些缺陷 或者导致的只能屈居于第二 那你觉得这个正值和负值当中 你感觉是不是 别人总差了一点这种感觉 没有没有 我并没有觉得我比他们差很多 跟这个名字有关嘛 我叫关羽嘛 二爷 二 对 贯彻这个二到底 是我 你承认你说 你谈恋爱的时候 不会花父母的钱 包括你说的那个 如果是在经济条件 说什么来着 你自己说话了吧 就是说你今后谈恋爱的话 你会怎么跟女朋友处理这个经济上的问题呢 作为男人你要负责的多一些吧 可能是 那你会花女人的钱吗 你问得明确一点 怎么叫花女人的钱 你举个例子 你说得明确一点吧 就是等于说 女人多扶持男生一点 我觉得从你的外表看 你是一个比较年纪比较小 然后外型人比较小的人 所以我刚才看你Visa 我觉得你在工作中一直处于这个状态 可能是因为你的外表给人感觉不太有 就是说担当 这方面可能会弱一点 我觉得这个是我认为的一部分的原因 所以你刚刚说经济方面的问题 所以你就怀疑她恋爱的时候 对 会不会比较小男人一点 问题是那孩子看上去小 她总有人感觉到 让她付钱是不是有点罪恶感觉 没有 她女人之前很罪恶吗 我就觉得我 我也没有觉得 我觉得你刚才那句话 我告诉你 我们两年前讨论过这个问题 对 我 因为我 你把我埋态就不行了 但是我告诉你 因为有一件事情我没有可以 因为我也花过女人钱 我曾经有一年的时间 是没有工作的 当时我女朋友赚钱比我多 我说我没办法 要你来养我了 她养了我一年时间 后来我就有 又抛弃她了 你说等我有钱了 我就把她抛弃了 给她是这种人 是这种人 其实我当时讨论这个 花钱的这问题 我觉得有几个前提对吧 到底是恋爱的时候两个人的 经济能力相当 男方还是男方好很多 还是女方好很多 这是有不同情况的 因为我们国家里面是 这个AA制的这个概念 还是在慢慢地一点点出来 在整体上而言 大多数人的观念当中 还是因为 还是应该男的多花钱 女的少花钱 可是我就没有这样觉得 很多人说大多数 我打我年轻的那时候 我们那些同学 你是很少 所以你能做到这个地方来 你知道吗 所以大家都要找像黄涵这样的女人吗 玩笑非玩笑 但是有一点很重要 如果我们不加思索 不加研究 然后就说大多数女孩子 都是要花男人的钱 我觉得这个也 你制造出这样一种舆论 也很有问题 你看 他们说的 大多数女孩都是这样的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 大多数男人觉得 大多数女人都是这么在想明白吗 至少台上这三个男人 她根本就没在听 你们俩都花过女人的钱 你在听吗 我认为花女人的钱 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我再给你补充一点 她说那个时候 她穷得跟什么样的 那个她女朋友养了她一年 我告诉你 我在31岁之前 穷的钱包里边 就没有超过200块钱的时候 一直到31岁 好 我 你就像我们这样的奋斗吧 没事 好 9号 我就挺同意 乐佳老师刚刚那个说法的 就是那个 不是我们女孩说 我们觉得就应该 应该是女孩多花钱 而是你们男人 现在多数都觉得说 女孩是这么想的 其实不是 我作为一个女孩的话 我觉得就是 恋爱当中就很简单 谁赚得多 谁多花一点 受不了 受得了就受 受不了就走 就那么简单 然后的话 我针对男嘉宾 我想就是了解一下 因为你看起来特别小孩 然后呢 确实年纪也不大 居然会拉二胡 而且会拉二权音乐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 现场来一段 居然会拉二权音乐 就拉二胡应该 不是所有学二胡的人 刚学的时候的第一目标 就是先去拉二权音乐 不是啊 我听说那二胡是非常难的 这个不是这样的 二权 入门是拉什么 入门拉良宵吧 可能 二权音乐是 考级的话 业余是九级 比较高级的 九级的 那你给我们拉一个这个 可能好久没有练了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不用客气 我们都听不懂 来 听不懂 来 听不懂 我听得快笑出来了 大哥 我个人觉得差不多 来 这样 那个兄弟你自己说实话 有多少个音不在调上 我觉得可能是二胡有问题 对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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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 这个人 来 来 来 我基本上就是属于音芒 我都听出来 有点好像好多不在调上 但是没事 这个没事 这个好多 属于说我学音乐的 到这儿唱歌都跑调 都跑调 好 我们来看下一条片段 我的馒头呢 我的理想女生 应该是像馒头一样的人 白白的 香香的 软软 表里如衣 里外干净 温润懂事 温柔贤淑 我一直在苦苦寻找 我的馒头小姐 我的初恋很狼狈 简直不堪回首 我浑然不知 我深爱的她 居然同时有个当兵的男友 当时我给了她很多时间 希望挽回我们的感情 而在跟我重归于好了 一段时间之后 她不甘寂寞 居然又找了一个男友 我实在无法忍受 选择第三个女生 其实 在此之前 我曾经追过一个女生 那时候的我是个160斤的胖 性格那一下 为了追求她 我开始拼命减分 两年里 我成功瘦身到125斤 性格也慢慢变得外向 乐观积极 虽然最后并没有成功 但我还是很感受 这段远茫的生意 哎 这个关键词是馒头 我就在想她说的描述白 软 香 满足这三个条件的 还有其他什么东西 包子 我就特别喜欢包子也是这样 包子有馅儿 你白软香里边跟馅儿 有没有馅儿 没什么关系 没关系 没关系 要是我就是要我的包子呢 对吧 对吧 3号 那个刚才我看VCR的时候 我在想那我是什么呢 你是小馒头 经营馒头那种是吧 你感觉我像什么 小馒头 你给我说场上谁是大馒头 你给我看 你说不好人会抽你啊 孟老师 您说一下 我不敢说 11号 男嘉宾 哎 你觉得他属于什么 他应该不算馒头了吧 那他属于什么 他属于 谁说面条 我先说一下我对我 我先说一下我对我的自我评价吧 嗯 我觉得我是属于那种 像水蜜桃的女孩子 就是 就是一定要尝 就不是光看 一定要尝啊 对 不要光看那种外表 就是一定要尝才知道我 真实的我 对 很好 很好 14号 好 刚才孟老师也说了 说那个和馒头相似的话 是包子 你说了包子有馅儿 你是找一个表里如一的馒头女孩 那你是想找的女孩是跟目录一样 你直接一看目录就明白了 不想再 我收回我刚才的话 孟老师刚才说的那个包子非常贴切 我刚才在我在想吃 其实你根本不知道 馒头比包子要有味道得多 因为馒头表面绝上就是没有味道 是一样的 但是你继续不停地绝 绝到30下 出来的是水蜜桃的味道 所以说你能把一个平淡无奇的事情 绝得让它栩栩无生 生动有趣千唤万遍 那才是真正的功夫 在这个问题想听到家的 我们会记住这个馒头这个比喻的 好 来下一条片子 关羽是一个特别有领导能力的人 有一回他提议说 你看咱们这个话剧 能不能办一个单独的晚会 这我觉得不可能完成的事 结果有一天 他真给弄成了 在高中的时候 一个同学过生日 关羽跟另一个同学合计着说 给送个蛋糕 你说买一个吧 太俗了 然后合计说给做一个 可是谁想到第二天 关羽拿着鸡蛋 另一个同学拿着面卷 把同学眼睛蒙 往来一做 全菜人头完了 就愣做了一个活人蛋糕 我必须得说一下关羽 是一个特别仗义的人 我前一阵儿跟着网子 发过一消息说 我想找女朋友 立马给我转一电话 来 狗哥们儿录《非诚勿扰》 也就给了我个机会 如果觉得我OK的话 也是关大帅 希望她在《非诚勿扰》的舞台上 早日找到了新年代女生 像我们一样甜蜜 23号最后留灯的女生 你有问题吗 我没问题 没问题 好 23号 留灯没有问题 表明她愿意跟你走 如果你愿意 上去牵着她离开 如果不愿意 表示感谢之后 你自己走 如果你愿意 上去牵着她离开 如果不愿意 表示感谢之后 你自己走 很遗憾 我没有参加你之前的人生 所以我希望 我能加入到你后面的人生 礼服当中 恭喜你们 恭喜男女嘉宾 获得了京东班农提供的 食尚家电开启幸福生活主题 姐姐要走了 妹妹不说两句话吗 妹妹 哎 等一等啊 24号 此情此景有什么祝福的话 和你自己的感想 不舍得我姐 那你就跟你一起走好了 她喜欢的我不喜欢 对 你要所以要 不能喜欢 要抓紧 好 祝福你们 再见 我觉得男嘉宾挺好的 一出场 我觉得她衣装那时都很顺 平时我都很喜欢男嘉宾这样穿的 我觉得她特别符合 这个馒头小脸这个形象 你会是那种专业的人吗 看上去真的特别般配啊 这两个人 因为女嘉宾才来了一会儿 又坐在后面 我也没看出来 她跟馒头有什么那个相像的地方吗 照这个事儿那怎么办呢 她觉得就是她喜欢这款小馒头 这不好说是不是 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 好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三位老师 美丽的24位女嘉宾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我叫张超 26岁 来自大连 来自大连 眼镜很特别 以前平常就戴这个 还是专门为上节目 弄的这个眼镜 我一直戴这个眼镜 好 看看对面24个女生 你喜欢哪一个 24位女生对张超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谢谢 14号 她的这个形象不适合戴这种眼镜 她的造型我实在是 所以我一上来看到 这眼睛 我就感觉一副眼镜 从里边走出来了 我都没看条件 她整个人完全不搭 19号 其实我一直想让男嘉宾 摘下眼镜来看看 她摘下眼镜来是什么样 可以 能摘一下看看吗 能 看一下 还是戴起来吧 好 我们来看她的基本质量 冰城大连小生张超者 祖籍吴省通区彭承野 吴自由文武兼修 曾为游泳少儿健将 并吸得一手硬币书法 大学毕业之后 我经历了服务员 业务员 促销员 中修游戏解说员 视频编辑 英语家教等各项工作的实践磨练 说起我的工作呢 之前我打工 从事软件开发的工作 现在呢 我创业了 在经营自己的一家网站 谈起这个网站啊 我还真得感谢孟菲老师 孟菲老师 曾经在网上转过一个 名叫爱心传递的帖子 我看了之后 那是相当的震撼啊 于是我就和《非诚勿扰》的 另外一位男嘉宾 一拍即合 决定把爱心传递下去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大型生活服务类 节目的男嘉宾啊 就得干这样的事 我的个人业余爱好啊 比较广泛 比如没事的时候啊 说说绕口令啊 便便小魔术 如果说崇拜黄建祥 也算是一种爱好的话 那么我非常喜欢 参加《非诚勿扰》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不是一个人 伟大的《非诚勿扰》 万岁 谢谢大家 那个片子上的那个人 和你这是一个人吗 这看上去好好的听 他可能得先喊两声 他一进入到镜头 马上就进入到歇斯底里的状态 有一种运动员 就是这种比赛型的 有人是训练型的 我很喜欢上面那个人 好 我可以在现场复制一下 你可以吗 可以 那来一段 我们掌声欢迎他一下 来 教给你来一段 好的 心动女生 她面部微反应了一下 灯亮了 亮了 亮了 这位男嘉宾立功了 她的心动女生 继承了《非诚勿扰》 女嘉宾的优良传统 她不是一个人在亮灯 不是一个人 但心动女生 能给她留灯到最后吗 她留了 这是一个理论上的绝配 胜利属于黄奶奶 属于乐师傅 属于梦爷爷 属于全世界热爱《非诚勿扰》的 肉弥漫 为大了真爱 万岁 下期节目再见 你和黄建祥很熟 你觉得刚才在听的时候 我跟你说 他连音色都有点像 是真的像吗 音色都有点像 我刚才就说 我就没看见他们 确实有点像 这期节目播出前 我一定通知老黄 看一下今天的节目 谢谢黄建祥 但你要知道 黄建祥他基本上 到亢奋状态的时候 他前面是要有个预热的 这小子是没有预热 直接一秒 我跟你说 那天晚上那场球赛 黄建祥也没预热 一秒钟到高潮 就来了 不错 不错 很好 谢谢黄建祥 说不定黄建祥看了之后 决定瘦了他也没准 7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声音特别大 就是在那个中气 还不太足 应该练练肺活量 老跑音 跑掉了都 我跟你说 特别职业的那些解说员 解说到这儿的时候 都要追求 把声音讲破 知道吗 不讲破就不够嗨 特别有意思 特别有意思 你特别有意思 谢谢 谢谢 18号 我看到你VCR里写到 然后做公益网站是吗 是 是 是 对 我在大连的时候 也给那个儿童 儿童村的儿童 就是没有父母的儿童 然后捐过款 希望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能跟你一起做公益活动 谢谢 一定 我一定 我一定会和你一起 把爱心传递下去 谢谢 把爱心还是爱情 先是爱心 看看能不能再往下看看 就看看你18号 能不能留灯到最后 你们俩一走多好 两个大连的 一块回去了 16号 大连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咖啡厅 是专门有残疾的人 智障的那些孩子做 就是全部当服务员 开了一个咖啡厅 然后我也经常到那边去 跟他们在一起 然后交流 因为我特别喜欢大连 而且 所以男嘉宾一说是大连来的 其实我 我其实 轻 轻 我懂你的意思了 就是 我也懂 我也懂 我希望男嘉宾能够坚持地 把这样的公益事业做下去 同时 我一定会做下去 同时我也承诺 如果需要我做些什么 我也可以去做 好 今天刚开场的时候 我听过孟非老师对你的一些讲述 我不会唱歌 但是我歌词还能记清楚 我想说的是 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是因为《非诚勿扰》 而相识的一家人 阴霾总会过去 阳光总会到来 谢谢 他没有阴霾 谢谢 我阴霾早已过去 我的阴霾早已过去了 谢谢 已经过去了 人家没有阴霾 是你以为人家有阴霾 明白吗 对 是 那是你有阴霾 这孩子很耿直 很憨厚的一个小伙子 我也希望你以后的生活 你的人生也总是阳光 好 谢谢您的祝福 好 我们来从下一条阴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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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就想找个好看的 完了 再有点文化就更好了 孟非老师 你不喜欢好看的吗 我说的都是实话 正如黄汉老师所讲 爱最美不过两情相悦 爱最美不过当春乃发生 你知道 2012年的春天来了 又正如乐嘉老师所讲 你给我的感觉简直好得不得了啊 又正如孟非老师所讲 跟我做话 恭喜咱俩 来来来 小伙子 我跟你说一下 昨天我们看完这条 看到这一段的时候 我想说我主持人有这么一个 有一点小小的小小的特权 我们每年啊 到年底都有一个优秀男嘉宾返场 就是那个没牵手成的 到年底 我们会挑一些优秀的返回来 我不知道你今天最后 能不能领走一个 如果领走了 我们大家替你高兴 如果最后灯都灭了 没领走 我现在就发一张外卡给你 到2012年年底 我们做那个返场的时候 给你一张票 你年底再来 我一定来 你今天带走一个不更好吗 对吧 把那张票 留给更需要的兄弟们 对吧 好 对对对 好 那么多人想问你问题 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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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生活中 你是不是一个 就特别会调节自我情绪的 如果你和你的女朋友吵架了 那你会不会当做没事 让自己特别嗨 然后不管你的女朋友怎么样呢 女朋友吵架了 我肯定会想一些办法去把她逗笑 我估计在这方面 我还是有一点点的天赋 实在不行 我就假唱变魔术滑冰 把这一套给她来一圈看看 她到底能不能笑 你讲的是 你跟女孩像的时候怎么样 其实她更想问的是 除了在人前 你把这种快乐奉献给大家 当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你也始终是保持在这种高亢的 持续的歇斯底里的这种激动的状态 乐嘉老师其实问到了我的一个痛处 其实如果我真的是独处的时候的话 我会比较安静 我突然想起了我的另外一位偶像 周星驰老师 他其实是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 然后他的妈妈也很不容易 但是自从我看过他的喜剧之王之后 等一下 那前面那句话讲完 他来自于单亲家庭 你比他还要悲惨 我的爸爸在我14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我妈妈手刮 守了十多年才把我供出大学 就是其实我不想讲这件事 今天我来 其实我是从大连坐火车来的 我为什么坐火车来呢 因为我想路过我的老家 去看一眼我的妈妈 老家在哪里 在偷偷是吧 刚才威萨尔提到了 我的老家在五省通区徐州 它是一个比较大的火车站 我可以和妈妈在火车站上 有大概十分钟的一个见面 我是来给他找儿媳妇的 这时候有很多人 给我们带来快乐的时候 他也许内心是有很多的 另一面的东西 不是都能呈现给大家的 所以他把孤独放在自己心里 自己来拒绝 这会儿有话要跟妈妈说吗 妈妈 我来了 我不知道能不能牵走一个女孩 但是我尽力了 我觉得能让大家笑 就对得起你对我的背影 谢谢 你应该再跟妈妈加一句 你说边上这主持人说了 年底还让我再来一次 妈妈 我要领不错 我年底还来 我一定给你找个好儿媳妇 再说一句 这主持人还不错 孟爷爷可厚了 好 21号 就是我感觉你可能是那种 情绪很容易激动的人对吧 对 那你跟你女朋友相处的时候 你会不会就比如说 你比她还容易激动 最后就是在这方面 我还是非常地推崇 36G和孙子兵法 走围散机吗 不不 绝对不能走 男人应该应难而上去解决问题 好吧 一个总的原则就是 敌进我退 敌退我进 敌住我扰 敌劈我打 实在不行 一吻定江山爱咋咋滴 你刚刚哭了吗 所以我想问 如果你跟你女朋友吵架 然后你要跟她分手 然后她就毫不犹豫答应了 然后她就要走 然后你会哭吗 不 男儿有泪不倾谈 台上的人对你有一个很大的误会 他们都认为你是一个 特别容易激动的人 你的很多的激动和亢奋 其实都是为了能够呈现出来 一种愉悦的快感 来带给别人更多的快乐 你的激动是为那个快乐服务的 谢谢 其实我刚才我就在想 这个男嘉宾 你不必要太在意 把别人逗得很开心 你对别人的 很多人的那种快乐与火 没有那么 不必负那么大的责任 这个我不认同黄老师的观点 我认为你有卓碧琳的潜质 你可以继续朝这个方向去前进 卓碧琳的一生 就是让大众得到快乐 为她是人生最高使命 其实我们俩有非常相似的地方 这个命运 比如在外边吃饭 一群朋友 尤其是有新认识的朋友 一桌人在吃饭 饭桌上有人说话 有人不说话 有人话多点 有人话少点 我就觉得 好像我有某种使命一样 对 其实没有 照顾到每一个人 我在饭桌上 我要从头不说话 我就闷头吃饭 旁边就会觉得 你是不乐意跟我们吃饭的 你还是对我们有意见的 所以我高兴不高兴 有话没话的 我都找点话跟人说 其实我就在想 我有责任有义务 照顾到这一桌上的人 他们高兴不高兴吗 有 因为你的存在 大家才能变得快乐 那我说叫个真儿 我觉得如果一个人 在快乐别人的时候 自己根本没有真正的快乐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 孟非有快乐 孟非最大的快乐 是讲完笑话以后 别人笑了以后 孟非觉得自己有存在的价值 不是 我讲完之后 他们笑的时候 抓紧时间吃一点 来 下一条片子 我是《非诚勿扰》男嘉宾 我叫王松飞 我俩是通过《非诚勿扰》 这个平台认识的 今天的采访就由我来主持 请你介绍一下张超的特点 你好 我觉得张超这人呢 特别地稳当 他则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 但是和一般人不同的就是 他特别愿意付出行动 是一个行动派的人 张超特别幽默 特别有才 上大学的时候 我们每一次文艺会演 表演话剧 他自己都是既当编剧 又当演员 他带领的团队 每一次都是全校第一 因为他们的表演 实在是销量十足 反响强烈 张超是一个特别会养生的人 如果你的脸上 起了痘痘 有了黑眼圈 或者皮肤不太好的话 都可以告诉张超 张超通过你的面色 就是知道 你的身体里有了什么病 就马上可以帮你调养好 难道就没有什么缺点吗 这个真没有 这个可以有 有的男嘉宾是水货 有的男嘉宾是干货 张超是个不折不扣的干货 他不是山寨 他是港行 你值得拥有 要看到一位来自大连的那个王松堆 是我面试的 你们挺熟吗 挺熟 好 你觉得有点遗憾吗 我 我真能翻场啊 我说过的话 兑现的一定 好 孟非老师 你要写个保证书吗 不是 要我给你签字 摁手印给你 来前的火车票谁给报了 到那边给他报了 你放心啊 这个 记住 记住啊 好 这小伙子好 再见 谢谢大家 回须问候我就好 谢谢 下次来的时候换副眼镜 一定换 在场上的时候 我说我喜欢长得比较好看 然后有点文化的女生 不都是第一眼看漂不漂亮吗 第一轮灭得这么惨 可能也就是女嘉宾没看上我这副歌 就是白眼镜吧 我觉得我还是一个 比较坚强 比较乐观的人 并非是一直背着包袱 也不是一个特别容易流泪的人 如果场下有喜欢我的女孩 可以联系我 说不定我就不用反场了 好意小伙子 你在年底看到她 戴着之前在被更不让的舞台上 观众朋友 如果想了解我们24位女嘉宾的 个人资料和联系方式 现在可以拿起手机编辑短信 81213加女嘉宾面号 发送到1066666620 或者登陆复不高 微博智能手机 《非诚勿扰》的官方网站 给她们留言 我们希望你们能够通过 百合网或者珍爱网 新浪微博QQ家园 报名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 在这里追求你们的幸福 还要告诉大家 《非诚勿扰》节目首播结束后 两小时之内 记住是两小时之内 登陆京东商城《非诚勿扰》幸福专居 就有可能享受京东商城提供的 特价优惠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叫顾伟 来自上海 是一个在南京生活过 20年的上海人 这位男嘉宾 来自新浪微博 顾伟 欢迎你 但是这边24个女生 最喜欢哪一位 24个女生对顾伟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如果你能带走一个女生 今天获得非常幸福的 非常有缘 爱情 爱事旅 21号 就刚才前面的男嘉宾 蛮头蛮头的 然后我一看到这男嘉宾 我就觉得他好像一根葱 绿色跟白色的配 不好意思 你觉得自己像哪一款水果 或者食品 我现在撒线小吃 扁肉不对 不对 就是你在最饿的时候 可能你找不到什么 特别好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会出现 就我在你最需要的时候 我肯定会出现了 那你还蛮实惠的 嗯 算了吗 很沉稳 然后我觉得今天穿的也很得体 谢谢 来看他的基本质量 我今年四十 流离过三十个国家和地区 最熟悉的是美国 最喜欢的是德国 认为最漂亮的是新西兰 我有二十年的股票投资经验 曾经是两家上市公司的 十大六通股股东 我有十年的法律从业经验 主要从事外商对华投资 和跨境收购兼并的工作 在我成为律师第九年的时候 我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 一家国际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我从小到大在八个学校念过书 我的最高的学位是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律博士 我在美国留学生活过七年 一生参加过六次大型的考试 高考托福 LSAT GMAT 纽约绿考 中国司法考试 我曾经在五个城市 分别连续生活过两年以上 南京 深圳 麦迪逊 洛杉矶和现在的上海 在工作上 我是一个特别投入的人 曾经为了一个项目 四天中间只睡了三个小时 我曾经学习过三个不同的专业 信息物理 政治和法律 我有美国纽约州和中国两地的 法律从业资格 不过和前面所有的这些事情相比 现在让我最开心的事情 是在过去的16个月里面 我已经做到了 平均每月减肥一公斤 我是顾伟 谢谢 一连串意义发光的数字 如果要是你是别人 你来看这个男人 能不能做一个比较简明而定性的描述 游泳去尝试不同的事物 有一定毅力的 顶尖的律师的这个群体当中 相对而言 非常的谨慎 非常的低调 偏多 来参加《非诚勿扰》这件事情 本身是一个相对而言 比较高调的事情 必然会引发出来 在圈内的一些巨大的震撼 你的同行和你的客户们 在这个问题上 你是怎么考虑的 其实我工作和生活是分得很开的 自己觉得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 而且愿意尝试不同的事物 所以我对这个问题 应该说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而且我自己来讲 是一个下定决心 就一定会去做的人 对很多外人而言 不了解你的人而言 他会把你在生活上的很多特点 会带到工作上 他认为你既然在生活上面 在这个问题上 情感上这么高调的话 那你在工作上面 会有很多付牢靠 比如说一些职业会计 大夫 律师 他就会觉得应该是特别严谨 特别沉稳的人 如果你看到一个说 我是一个心脏科的大夫 他每天就是大桌球 唱卡拉OK 喜欢泡酒吧 这是像一个大夫干的事吗 你每天这样 你给人开刀靠谱不靠谱 这个可能是我们一些 习惯性的评价 但是我倒挺喜欢你说 把生活和工作这件事 相对分得开一些会好 很多女生要提问 6号 你今年40岁对吗 那我想知道像您现在这个年龄 您是未婚还是已经离异 您可以等到下一段吗 等不了了 这姑娘她等不了了 她已经还剩最后一期的时间了 我倒是特别想知道 你现在的这个心态是什么 你描述一下吧 真的给你多一些时间 让你来描述一下 当你来第一期的时候 你当时讲的话 你自己还记得吗 晶晶 当时第一期过来的时候吧 感觉应该是 好像给对自己很有希望 但是经过了这么长时间 就像也是几个月过去了 我觉得人不可能一直活在过去 时间呢同样也不会停止 既然说我现在来到《非诚勿扰》 这个舞台上 也有三位老师 但是我相信真正属于个男人 会在不久后出现的 这跟三个男 三个老师一点关系都没有 当你参加《非诚勿扰》以后 你才会发现 这个世界上的男人之多 好男人之多 合适你的男人之多 远远超过 我把乐佳的话再换一种 更直白一点的问法 好 你现在后不后悔 或者说有没有一点后悔 你来到这个舞台上 说的那个开场白 不后悔 好 那就好 那我再换一个 如果今天我再给你一个机会 再待时期你乐意吗 我愿意 那我再回头问 你后悔刚才开头 男的时候说的那个开场白吗 不后悔 好 15号 你觉得工作和爱情 哪个对你更重要 如果有矛盾的话 我觉得最终来讲 我还会选择后者 因为我觉得 其实这个问题 讨论过很多次 这三年来的节目都在讨论 我认为这两件事情 在生活中没法选择 就像你说 有什么样的爱情 必须放弃工作 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工作 必须放弃爱情 有吗 你举个例子就 所有让男人放弃工作 选择爱情的女人 都是愚蠢的女人 所有说这个话题 都是无比愚蠢的女人 也都有过美好的憧憬 也有过欢乐的时光 也有过欢乐的时光 也在感情碰到困难的时候 有过共同的努力 我和他都是事业心很强的人 晚上10点钟以后回家 是经常的事情 长此以往 我们两个就像一棵小树 从开始的一根树干 到后来的足够长大 再到后来的开始分叉 直到有一天 我们发现 分叉中的枝枝叶叶 已经完全遮蔽了我们的视线 以及我们无法确认 我们是否还在 向同一个方向生长 面对未来 我希望自己有一个 简简单单的幸福 温柔善良 美丽大方 善解人力之类的特质 每个男生 都希望对方拥有 我也不例外 上一段的婚姻经历 也促使我 对自己的生活工作 进行了反思 我希望我自己 未来的另一半 也能够有能力 在他的工作和生活之间 做出一个良好的平衡 杜律欣 杜律欣 当初你们两个人 相互吸引走在一起 你是看中她的什么 我觉得她是一个 非常温柔善良 而且挺简单的一个女孩子 你当时没有看出来 她事业心很强吗 你没有预感到 就是说两个人都在忙于工作 无暇顾及家庭这个情况 当时你是完全没有预感的 她比我小八岁 所以我们结婚的时候 其实她的工作刚刚开始 我看不出这个过程 但是没想到后来 她的事业逐渐起步 好 那就明白了 是 你现在内心是否清楚 你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想追求一种感觉 就是 好 不行 感觉的东西太抽象 所以我一定要具象 我只要一个东西具象就行了 也就是说在性格上的特质 哪些特质对你而言 你认为是最最重要的 比较善于沟通 需要脾气上来性格上比较柔和 比较温和 40岁左右的优质的男人 总是能把现场气氛 搞得分上沉闷的 我找一个开心点的人 9号 你给我的 我不是说开心啊 但是你给我的感觉 始终是一个拿捏着的人 你从上台开始一直到现在 你回答每一个人的问题 你都在拿捏着 然后你有一个自己预估的一个判断 请问你在爱情当中也是这样吗 就分寸感很强 很克制 因为我是个挺古灵精怪的人 一个在台上的表现 比较符合我的职业习惯 他如果没有这个特质的话 他做不了的工作 你想想看刚才那个戴白眼镜 那小伙子跟他一样这合适吗 我在新闻中间 可以是一个很疯狂的人 这个和你在台上看到 那你说点疯狂的有趣的事 不要说点了 说一个有趣或者是疯狂的事 因为女孩们她喜欢刺激 你知道吧 她女人她最大的很 吴宇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职业律师几乎很少很少有人 会上到这个台上 你根本不知道 这个对他意味着什么 这个事情已经足够疯狂了 所以我刚刚分享非常惊诚 但是呢 我们也稍稍地 我要把他的话稍稍拉回来一点 并不是说上《非诚勿扰》 是一件非常疯狂的事情 只是对某些年龄 某些职业的人来说 相比之下 在他们那个圈 可能是一件比较 会引发出来很 对对对对 好 来来来来 听她把话跟她说完 我在南京大学念的书 那个时候为了追一个女孩子 会从南京做站票 一夜站到青岛 然后肖肖门她不再走了 然后回来发个微博说 这才是生活 对吧 下一条片子 我希望借这个机会 和我的亲人和朋友说几句 你们今天可能是第一次 知道我目前的生活状态 我能够理解你们的情绪 但是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明白 这是一个双方经过盛重考虑后 以和平仁性的方式做此的决定 我更希望你们能够明白 就像在你们的幸福中 有我的祝福一样 我也希望在我未来的幸福中 有你们的祝福 再过几天是我父亲70岁的生日 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和他说几句 从小到大 在成长的每一步 父母都倾注了 无微不至的关怀 理解和支持 和母亲细腻温柔的关怀不同 父子之间的表达 有时候没有那么直接 但是我知道 你的爱一样深沉 爸 祝你生日快乐 20号 就是您刚才一直在讲 就是注重一种感觉 我想问一下 就是您看到我这样 会有什么感觉 我也是一个容易做 比较疯狂的事情的人 从发型能看到这个 对 我早上起来想剪头发 然后晚上剪成这样了 就是您特别注重感觉的话 您对我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你是一个挺直接 挺简单的人 胆子也挺大的 我想这是我的一个观感吧 就这样 我觉得还是对大家都公平一点 我希望做得好 恭喜你进入到了男生权利 我们有请1号 8号 现在我们来看顾为的心动女生是 12号 谢羽翼 在问问题讲这个 你们三个人背景之前 羽翼我问一下 你刚才那么惊讶干什么 你为什么会感到惊讶呢 你为什么会感到惊讶呢 这个位置很难 你觉得她喜欢你 是一件很让你奇怪的事情 奇怪 喜欢我这件事情不奇怪 可是站 不是 是就是 每个人 罗伯金大哥有所爱嘛 所以我觉得我这一款 一定会有人喜欢这个 但是我觉得 你在那里变化 继续往下走吧 我帮她说一下 她们其实真实想法就是 站在这里好辛苦的 为什么呢 因为要想那么多方式 来继续能嘉宾 我会来告诉你 你有多么地合适她 来来来 我们看大屏幕 三个女生的十项基本资料 你选一项继续了解 家庭背景吧 家庭背景 来看三个女生的回答 1号 爸爸是雕塑系副教授 妈妈去世 12号 父母军事大学老师 同时还经营着一家私营企业 8号 父亲做中央空调工程 哥哥也是做工程的 母亲在做房产中介 再提一个你最关心的问题 向三位继续了解 我第一条短片里面 介绍了我自己的一些经历 有一些数字 我想问一下 在你们的印象里面 哪一条可能你们印象最深 8号 就是去了很多国家 12号 我记得三个数字 不知道对不对 一个是住过五个城市吗 然后拿过六次考试 在LA的时候 然后最后一个 我比较介意的是年纪 1号 我有两个印象 一个是您的年龄 第二就是您去过很多国家 然后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 也是去过很多很多国家 男嘉宾 你是希望听到什么样的手上的 我回答这个问题以前 我能不能问一下 刚才那个 一个只能一个 一个 谢小姐你说了年纪 能问一下为什么年纪 你比较在意 你先把黄老师的问题回答 因为我的回答 跟这个年纪有关系 所以我先问一下 这样子您说您是看感觉 然后我真的挑不出来 您有任何其他的缺点 所以我就 那我是感觉有一点 就是可能不太合 所以我就找了一个理由 对啊 我没说错吧 刚才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坐在这里好辛苦 要想那么多理由 我回答黄老师的问题 我自己挑的话 我最喜欢的就是恰恰是年龄 因为我觉得 你如果喜欢我任何 这个列举的这些数字里面 任何一个的话 我这40岁的年龄 就包含了我后面的所有的数字 好 你要做最后的决定 坚持选12号 你有可能被拒绝一个人离开 另外两个女生你可以带走一个 想清楚告诉你的决定 好 你要做出最后的决定 坚持选12号 你有可能被拒绝一个人离开 另外两个女生你可以带走一个 想清楚告诉你的决定 我最后的决定是不做选择 我先解释一下这个想法 就是说我如果要选的话 我还是会选行动女生 本来我是准备选行动女生的 但是我从您的回复里面 我觉得双方在对有一些问题上 至少在这个台上的 有限的了解里面 可能还是有略微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我想我还是应该照顾你的感受 可能我说选你 对你选择可能是更痛苦的一件事情 谢谢 此之前你帮我回答一个问题 我一直被一件事情困惑着 就走到这儿 也有人不做选择的离开 我归纳了一下 凡是走到这儿 不做选择走的人 都具有如下特征 要么经济条件特别好 要么长得特别帅 要么学历特别高 要么这几样兼而有之 你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 这个原因是 他不愿意被拒绝 像这样子的人 怎么能被人拒绝呢 是这个原因吗 不完全是 因为我同意乐师傅讲的一句话 我能站在这里 本身对拒绝是有思想准备的 这个不是我担心的地方 而且以我个人的性格来讲 我胆子挺大的 我没法解释 您刚才跟我说那几个特别 但是我加一点 我觉得在我的这个情况下 我自己觉得我是对一个生活也好 工作也好 特别认真的人 因为有了这种性格呢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可能做自己决定会比较谨慎一些 你就别在那里纠结了 如果你今天坚持选择心动女生的话 我会告诉谢宇一十条原因 来向她证明她应该跟你走 但是现在已经过去了 所以我也不说了 谢谢 再见 在《非诚勿扰》 我觉得整体自己的表现和想象的差不多 应该说是展现了一个非常真实的自我 那么最后呢 因为我觉得12号女嘉宾 有一些海外生活的这个背景 那以我自己的这个了解来讲呢 这样的女孩子可能本身表达问题的方式 就比较含蓄 所以当我看到她的那种表达方法的时候呢 可能我知道她 其实她心里面的想法 可能要比她表现出来的犹豫 要更清晰一点 那如果当时觉得说她少一些犹豫的话 可能我也会再做一次进一步的努力 所以我觉得最后还是应该尊重她的想法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李浩华 孟非老师好 又嘉老师好 王浩老师好 24位美女好 观众好 你好 我是李浩华 来自北京 31岁 各位男嘉宾 来自百合网 李浩华 欢迎你 谢谢 看看对面24个女生最喜欢哪一位 对李浩华 对李浩华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好 谢谢 谢谢 拎着这东西能说一下吗 这个是我兄弟一起来设计的一个潮牌T恤 然后我想送给三位老师 好 我们要收了你的衣服 你谁也没带走不怨我们吧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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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好 心理压力小多了 谢谢 谢谢 3号 你给三位老师送了三个T恤 有没有给我们女嘉宾 或者行动女生准备什么东西 是 我给行动女生留下来了 哦 你如果跟我牵走了 那就是给你了 你这么一说 给人的感觉 好像人跟你走势过的徒弟那点东西 我有办法 这个我可能有点傻吧 不 这不叫啥 耿直 耿直 耿 耿直 耿直 你现在那个里边回过神来了吗 我说得对吧 你要再投出来一次 这个每次都要想很多理由 是不是特别费劲 包括你的表达 是 是吧 受了惊吓 过度惊吓之后 语言本来就不太上于表达 就更吓着了 是吧 喝口水 缓一会 好吧 好 来 看她的基本节奏 你好 我是来自美国的李浩华 那去年我是一个上市公司 IT产业的副总裁 天天就是搭在土袋 穿着西装去办公 后来过了30岁的生日 我决定要做出一些改变 不能只是为了工作而工作 我需要事业和爱好作为结合 所以我决定辞职 要说起我的爱好 那就是篮球 去年年底的时候 有一个机会 进入一个体育经济公司 我在这里当市场项目总监 负责篮球球员的 形象包装和宣传 也会替着一些篮球员 在的市场宣传服务的工作 其实我有其他的爱好 我很喜欢的就是漫画 像比如珍珠侠 蝶珠侠 都是超人之类的 我觉得我看这些书的 漫画书的原因 就是因为 我自己也想答应了林医生 我希望我彼得诺老丈 你可以愿意让我当一个英雄 那个 那个片子里边 有一个人形象 现在是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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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的那个林书豪 大家知道吧 你熟吗 我不熟 老家 你熟吗 我 我 我想熟 当初说 这个我们的外拍导演 回来说 他跟林书豪可能有些关系 这家伙不承认 他不承认的原因 不要借敌人 是这小伙子很有骨气 不要借敌人 他担心别人说认识 好像是要沾上谁的光一样 其实明明很熟 却说我跟你完全不熟 你的工作做得怎么样 你那公司能做到 什么样子的篮球明星 有没有可能做到这么大台的 我觉得 我觉得 有天葬的空间 我觉得你很厉害 我觉得作为一个伟大的 出色的经纪人 最大的特点 不是发现别人 已经发现他所具有的才能 而是对那些 还没有办法展露才能的人 能够瞬间挖掘出来 比方说 孟非的主持已经很厉害了 但是孟非是一个 打乒乓球的高手 你能够把他这个篮球 挖掘出来就很厉害 让我在50岁以前 成为乒乓球打人 孟非的痛苦在于 所有的人都找他是来做主持 而没有人找他来打乒乓球 这个有道理 所以你要去挖掘那些 别人没有看到的潜能 而一个有骨气的男人 我认为您有这样的潜能 谢谢 不过这个事 我倒稍微跟他 有点不同的看法 我是这么觉得的 再比如说刚才说 林树豪现在突然特别红 如果林树豪 现在没有这么火的时候 他可能说我认识 那个小伙子跟我曾经 怎么怎么样 就是因为他现在太红了 一下那么红 我不认识 我觉得可能这个心态 你琢磨一下 也有问题 是不是又走到 另外一个极端去了 就我举个例子吧 我认识黄老师 有十几二十年了 我认识他的时候 我跟他互相认识的时候吧 他也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 大学老师 我是电视台 一个普普通通的编导 谁也不会说 我认识黄汉 就这么了不起 黄汉也绝对不会说 我认识孟非 有什么什么了不起 你该明白我想说什么意思了 我明白 就有的时候 我来跟你讲 以前有我的很多朋友 会给我打电话 因为我自己平常也很少 主动给别人打电话 但现在以前主动给我打电话 那些朋友 很多不主动给我打电话了 这个的心态的微妙 对 和你刚才描述的是一样的 是啊 社会当中有的人就会这样讲 他人一扩脸就变 其实我觉得 你要反过来想想 到底是谁在变 谁的心态在变 对吧 我有一群朋友五六个 他们现在在一块吃饭 现在他们打电话找我吃饭少了 他们每次给我打电话都说 哎呀我们上次 我们上个礼拜 我们几个人在一块去吃饭的时候 知道你忙就没叫你 然后第一次听我也算了 过了几个意思 哎呀我们前两天我们上那玩 知道你忙就没叫你 你叫一次你试试 你试试 我拒绝过你嘛 大家几十年兄弟了 我拒绝你一次 你会死啊 就真正的朋友不在乎这个 对不对 所以大家心态都要好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对吧 好 好 好 这边几个观众 过去常听京剧 是京剧爱好者 一听到个好 好 再来一个 9号 我是觉得吧 可能你们 还没有你们想的那么严重 他之所以不承认我 认识林书豪 是怕他的心动女生 问他要林书豪的联系方式 是吧 这哥们没想那么多 那我想知道 你做这个职业的话 你肯定就是比如说 身边有很多的体育明星啊什么 有没有女生 是因为这个目的而接近你的 目前我没有感受到 4号 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爱好 就去改做篮球方面的一些 经营管理的项目 就是你的父母什么 他同意你这么做吗 从我的角度 他一直支持我 所以他希望我能够找到 我最想爱做的一些工作 一个30多岁的男人 在职业上的一些转型 你觉得他还有必要 问爹妈的意见吗 就像我 我明年开始我不想干主持了 我想进军篮球界 你觉得我要去问我爸我妈吗 下一条片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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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上完大学呢 就回北京了 并且进入一家本土中文公司 论识的一些同事 也把我当成兄弟 在这个环境之下 我很快融入进国内的文化 他们唱的歌我都会唱一点 他们的笑话我都能听懂 他们的观念我也都基本能了解 江军 之前我比较想找一个也是ABC 但是现在我觉得国内女生 会更好一点 我比较喜欢像我母亲那样的女生 很聪明 能干 又很顾佳 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会站在你身边支持你 并且懂得享受生活 21号 不好意思 你刚刚上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挺傲气的 因为你拿了 好像拿了鼻孔在少数我们 每次都这样 然后但是看了你的VCR 我觉得你还是那个 有大男孩的那种心态的 然后你以后如果假如 你有女朋友了 你觉得你是一个很能包拢他 包拢别人的人吗 我会非常对他有爱心和照顾 现在还是拿鼻孔在看的 对 你可以低点头 其实我自然的头 有一点会抬起来的 所以这个每次照相 或者做摄影 都会调整的 所以不好意思 我这不是故意的 好好 没事 我琢磨一下 好像我也爱这个动作 我也喜欢这样 照相的时候 人家说把头低一点 我说不 我就要这样 把头低一点 我说不 我就要这样 我说我 我习惯这样 你为什么老婆就要这样 我说我低头有双下巴 14号 说那个 您想做您女朋友的英雄 你是一个控制欲 特别强的男人吗 我有这个英雄主义了 就是看太多电影了 或者干嘛了 我就是想拯救一个女生了 然后给他更好的一个生活 你看这谁问题比较大 你要去拯救他 你这场摄像播的 最典型的拯救的细节 是什么样的 可能就是比如车子飞过来了 我就直接向超人 比如把他接到飞走了 把他弄走了 但是我特别想知道 你把他救走了之后 你是活着好好的 还是就挂了 如果挂了也没关系 只要救了女生就好 对 这才是英雄主义的 最根本的 要舍得牺牲自己 对吧 好 来看他的朋友采访 大家好 我是《非诚打扰》栏目组的 请问你们认识传说中的 钻石王老五李浩华吗 李浩华 当然知道了 这就是那比英国人都绅士 到哪都抢劫账的李浩华吗 我也知道呀 他从美国来 但是比咱们中国人还传统 而且还有点腼腆的李浩华 李浩华 我当然知道 他对朋友非常的热心 不仅抢着买单 还抢着帮朋友介绍工作呢 我们身边很多朋友的工作 都是他给介绍的 Paul啊 这个朋友非常的好 平时没吃的时候 就喜欢请朋友来家里做客 并准备一桌的菜 请大家来吃 还有呢 他篮球高手达多棒 在体育方面 他可是我的老师呢 做一个好的体育经纪人 他要勇士会 他有热情 他身体要非常的强壮 而且他做事要非常的细心 但他还有自己的坚持 所以他只上江苏卫视 只上《非诚勿扰》 如果你讨厌一个既有热情 又有智慧 又细心身体 又强壮的人 灭灯吧 1号 就是希望自己成为 英雄的一个人 是不是很介意就是 像我这样很胖 或者是 不是很美丽的一个女生 不会 谢谢 恭喜你进入到了男生权利 因为您会讨论 把你给上去面掉 无战争回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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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种那个怕什么来什么的感觉 本来我说在看心动女生的时候 大家在鼓掌 所有的女嘉宾都在鼓掌 等那个12号的数字出现的时候 那个谢渝宜自己还在鼓掌 这就是下意识神经事 好 来看大屏幕 三个女生十项基本资料 你选一件 10号最不能忍受男性的缺点 是这个问题三个女生的回答 2号 讨厌不爱干净 不孝顺父母 自私爱吹牛的男生 12号 不喜欢爱炫耀浮夸的男生 19号 讨厌小鸡肚肠 会撒谎没有上进心 没有责任感的男生 小鸡肚肠 小肚肠 到底哪个更合适一句 这个事没法讨论了 你再问一个你最关心的问题 我可能问题比较简单了 我想知道就是说 比如我一个礼拜 比如三天是去健身房 一个晚上是去打篮球 你介不介意 谢谢回答 请左边开始 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 我想我可以跟你一起健身 12号 如果说你那么固定的 几天都要锻炼的话 我偶尔会就是可能 我可能不太会 我不支持 可能就是要缠着男朋友 然后要做一些事情 2号 那么男嘉宾既然愿意 花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 去做这件事情的话 我非常支持 谢谢 你要坚持选12号 有可能被拒绝 几次一个人离开 另外两个女生 你可以带走一个 想清楚 你要坚持选12号 有可能被拒绝 你自己一个人离开 另外两个女生 你可以带走一个 想清楚 我觉得我坚持 好 两位女生请回 好 两位女生请回 往前走几步 花最后一点时间争取一下 谢宇宜 其实我不知道30秒 能不能讲完我想说的东西了 那其实我觉得从我的过程中 我之前很多事情都是用脑子来想的 那我觉得现在我就是让我的心来表态了 觉得你也是有一些 可能在国外待过 也是你也对计算机也不爱 这是我非常赞成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就希望你给我一次机会 所以我就希望你给我一次机会 我们可以 虽然你可能要去上海了 可是我不怕异地恋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好 男嘉宾 谢谢你 好 男嘉宾 谢谢你 我知道我现在 刚才您的一段描述 我也是空白 然后到现在我 我知道我讲什么都是废话 但是我很抱歉 真的很抱歉 没关系 不客气 好 有点遗憾 林泽之前有话要说吗 没有 其实我觉得 这是我觉得我做过最勇敢的事情了 就是上《非诚勿扰》这个平台 我觉得面对一个会议室里面 一大堆投资者 还不如面对24位美女那么强呢 好 希望这段经历 也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 下节目之后 你的邮箱里 可能会有很多的邮件 在里面找到你 对 所以其实 可能台上也没找到 可是我不担心下面找不到 好的 再见 祝福你 谢谢 关注《非诚勿扰》就是因为 我的一个同事跟我说有这个女生 那当然我也骂她 因为为什么在工作上时间 在看《非诚勿扰》女嘉宾的微博 我有意见 可是就从那个开始 我就对她有一些关注 我挺开心可以有这个机会 来认识她 反正我觉得她走到哪去 我觉得她只要很开心就好 虽然刚才那位男嘉宾 没有牵手成功 但是百合网会为她专门 一个提供VIP的服务 也希望她能在这个服务当中 找到她的爱情 观众朋友 如果想了解我们24位女嘉宾的 个人资料和联系方式 现在可以拿起手机编辑短信 81213加女嘉宾 编号发送到1066666620 或者登陆步步高微博智能手机 《非诚勿扰》的官方网站 给她们留言 我们希望你们能够通过 百合或者珍爱网 新浪微博QQ家园 报名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 在这里追求你们的幸福 节目最后 感谢步步高微博智能手机 感谢毕生源 感谢节目合作电商网站京东商城 感谢奥康协业 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看 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扰